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你没有看过他的电影 单看《动图》也一定会被打斗 纯净 天然 美好 仿佛所有温暖的词汇都能用在他身上 毕业自日本大学艺术系戏剧表演专业的苍景忧一直非常优秀 2001年 16岁的他被导演演景俊二选中 拍摄了《关于莉莉舟的一切》 虽然只是配角 但他清新的气质依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机会的不断上门 2004年 他19岁 凭借着《花与爱丽丝》 苍景忧拿下了当年日本电影专业奖最佳女主角 自此成为荧幕经典 从此声名鹤起 2006年 一部《扶桑花女孩》又将苍景忧送上了 第30届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新人奖 而这一年 苍景忧刚刚21岁 算得上年少成名的他并未昙花一现 反倒是用更多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彩虹女神》《虫师》 欢迎来到隔离病房 一部部作品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不断出现 苍景忧在电影圈也越来越被认可 在2009年 因为喜剧片不要嘲笑我们的性中自然而精准地演绎 苍景忧被提名了当年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女配角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他 很多人也是从这个时期喜欢上了苍景忧 30岁后 他变得成熟沉稳 连眼神都是透着力量的魅力女人 时间来到2017年 苍景忧凭借他不知道名字的那些鸟儿 横扫当年日本最top级的电影奖项 其中日本电影学院奖相当于日本的电影奥斯卡 他一局打败了常泽雅美 星远野杰一等有力竞争者 这是日本电影界女演员能获得的最高奖项 那一年 32岁的苍景忧在台上眼含热泪 激动到下巴都在打颤 辛苦得到了回报 努力也终于获得了认可 正如前面所讲 他早期是拍文艺片的 做演绎的角色也大多是充满元气的清新少女 他虽没有让人一眼惊艳的面容 但却有一种天生的淡然与舒服 看着他的笑脸就会感觉到无比阳光温暖 从中学生演到大学生 苍景忧迫切想要寻求突破 也为此挑战了各种类型角色 扶桑花里的草裙舞女郎 料理仙机中的女老板半田仙 再到后面她的戏路越来越广 在跨越栅栏中扮演学动物跳舞的神经质陪酒女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苍景忧也从以往少女的形象 转向了更多更具挑战性的抉择 甚至在近两年大火的漫改电影《东京实时鬼》中 苍景忧饰演了美艳的残忍有杀气的力士 神代力士 这大概也是她对于自身形象的一种突破吧 此乡温柔清新转身恐怖杀气 前后反差实在太大了 而在内部让她斩获日本top级电影奖项的 她不知道名字的那些鸟儿里 她的演技再次有了突破 明明靠着清纯外表就可以轻松俘获众人 她偏要拼命努力证明自己 即便是半恶半丑也毫不在意 日本网友评价苍景忧 用最普通的五官拼凑出最顶级的神言 甚至连脸上的痣都长得恰到好处 说实话她并不算惊艳四座的大美人 但是她的美独有韵味和特点 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 让人感觉清静且随意 不笑的时候又极度高冷 浑身透着一股神秘疏离气息 这样的女子可柔可欲 既可治愈也可狠力 哦对了 她还是全志龙公开的理想型 关于这样一位在演艺圈有着丰富经历的女演员 不仅有着好皮囊和业务能力出众 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大家关注 谁都没想到的是 苍景忧居然和多位男演员传出过恋爱绯闻 苍景忧于08年于刚本准一传出恋爱谈 两人也纷纷默认这份感情 等于两年之后被抱分手 很快苍景忧与大森男朋友 应拍摄《马龙传》相识 并新生好感 恋爱之说长达一年 一年时间两人分道扬镳 又开始了新生活 比苍景忧大11岁的林木浩介 接荡大森男朋友 成功陪伴于苍景忧左右 但很快无疾而终 不知是否是因为在感情生活中 投入太多而没有回报的原因 苍景忧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都处于单身状态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2019年6月5号 有日本媒体爆料 苍景忧已与长于自己9岁 才刚刚相恋两个月的 搞笑艺人山里亮泰宣布结婚 或许比起帅气的外表 有趣的灵魂更能打动女神芳心 2月10号 苍景忧所属事务所宣布她怀孕了 一切顺利的话 即将在今年夏天 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 苍景忧被封为日剧女神 苍景忧说她和老公三观很合 并且山田亮泰很温柔 苍景忧是日系僧女的代表人物 两人的结婚令很多粉丝不理解 她和山里亮泰也被称为美女和野兽 山里亮泰是日本知名搞笑艺人 44岁 比苍景忧大8岁 是搞笑组合南海甜心的成员 也是综艺真人秀 有点心机又如何的主持人 不过让大家感到意外的 除了闪婚速度过快之外 大家对于女神选择这样一位 长相过于平庸的人很是不解 或许山里亮泰很有才华 不然怎么能将女神哄骗到手呢 据透露 山里亮泰曾经不止一次表示 理想对象就是苍景忧类型的 好不容易与理想型认识并确定恋爱关系 山里亮泰在恋爱初期 对太太苍景忧可是非常满意 不仅抱着以结婚为目的地进行恋爱 甚至还有要关以妻家之性 看来呀 山里亮泰对于爱人苍景忧 真是百分之百满意 不得不说 苍景忧与山里亮泰的爱情 还真是让人羡慕 33岁的苍景忧 将42岁的山里亮泰拿捏得死死的 山里亮泰是男女纠察队常任搞笑艺人 没想到在节目中总表现得无厘头的她 能获得女神苍景忧的青睐 不过这段良缘还是靠着山崎静怠的牵线 二人才得以有此缘分相遇 因为拍摄电视剧扶桑花女孩 山崎静怠与苍景忧成为好姐妹 而山崎静怠借口联谊撮合二人 也好在双方二人对彼此皆有好感 就这样 苍景忧与山里亮泰开始了地下秘密恋爱 在之前的节目上 上护彩爆料 山里亮泰在婚前 曾连续十年 在自己生日当天 送她光盘和CD 内容是对上护彩的示爱 长达一个小时 山里亮泰还说 苍景忧并不知道此事 上护彩说 自己和苍景忧是同其生 两人关系很好 对此嘉宾表示 太过分了 网友质疑她是广杂网 事实证明 两人的感情十分甜蜜 经常被拍到挽着手出入爱潮 一路上有说有笑 互动甜蜜 据两人朋友透露 山里亮泰性格温和 可以包容苍景忧的小脾气 夫妻相处十分和谐 虽然不少人 一直都觉得山里亮泰 配不上苍景忧 但事实是 夫妻两人感情一直都很好 而且感情中没有配不配得上 更重要的是彼此的感觉 恭喜苍景忧迎来自己的小天使 也祝福苍景忧的家庭幸福快乐 苍景忧的可塑性非常强 接演的每一个角色 无论是配角还是主角都非常出彩 沉迷绘画的天才学生 清纯的料理先机 亦或是博足的虫师 每一个形象都是活灵活现 她眯着眼睛露着八颗牙齿的笑 极具感染力 同时又可以安静忧郁的 将心事都藏进眼睛 但苍景忧早期的作品里 多以清纯的形象诗人 海藻般的长发 发出肺腑的笑容 让人觉得像是从画册里走出来的一般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她是一个有着空气感的女孩 她会歪头打亮天空上的一片悠闲的云 会大口吃一大碗芒果牛奶冰 会在地铁上读书时 嘴唇微微鸣起来 这个现身与影视的女孩 从清新脱俗的森系鼻祖 蜕变成了可遇可言的成熟演员 其实内心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追寻着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 喜欢在通风的地方看书 喜欢细数夜晚的星险 喜欢和朋友一起喝酒大笑 喜欢穿又宽又大的裤子 会因为花的凋系而伤感 会因为一天的结束而惆怅 此前苍锦忧已从经纪公司退出 自己成立了公司 名叫朱氏会社 并要转战幕后 做一些电影投资 书籍制作 偶像培养的工作 如今 苍锦忧是日本八五后 电影女演员的代表人物 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 她跟满脑光 宫奇葵 安藤英几位女演员 共同入选 日本荧幕上的谬斯单元 这已是实力的证明 相信这样一个 天赋跟努力并存的女演员 一定能取得越来越多的好成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